感謝本集珍珠箱Shotback 讓我們邊拍片邊賺回饋金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你看到這個美麗的大平台 跟這個浩瀚的場景 還有加上這個下面優雅的鐵路 想知道今天要來幹嘛 不知道 今天要來拍工程 你要拍什麼工程 你還記得上次安康經軌的最後一站去哪裡 最後一站就去公司啦 不然要去哪 不是啊 上次我們拍的安康經軌 會一度到首都環狀縣時事商站 之後呢這一站會沿著大平亭向南 接著環狀縣的南環段 你還記得你怎麼來的嗎 這個生命的起源 是我爸爸強健的基因遇到了我的媽媽 都是說你今天怎麼來上班的 我今天搭捷運來上班的 你知道捷運是誰做出來的嗎 不知道 捷運其實在30年前的時候 就有一群先知 他們就覺得未來這個世代需要捷運 他們就開始運行 而你知道其實在50年前 也就是在196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在火車啼啼啼啼的時候 就有一群人 寫著一份白皮書 告訴現在的人們50年後 這個社會會有捷運 我懷疑是外星人 所以我想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一個大型的交通建設 三天兩頭永遠都蓋不完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所有的交通建設 都不可能是今天講明就開始做 也不是今天選完 下一屆就可以馬上接著做的 中間你還要經過了很多道路 要開山 或者是你要經過一些民宅 兵職戶 那你把這些事情都慢慢解決了之後 開始進到我們工程人員 偶爾在加上一些預算卡關 民眾靠杯 你們的每一次靠杯 都在降低著這個工程的進度 因為每次只要有人檢舉 就會有一群長官 跑來跟我們影響我們做工程的人 進入我們的狀況 檢查我們的設備 並且重新檢討一次我們的工程 這很麻煩 所以互相體諒工程人員用心的做 好啦我們已經講了三台車了 我們可以去陰陽的地方慢慢講了嗎 有道理 走我們去兩個地方一邊講一邊走 既然你們來到這邊 我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你以為的電聯車 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電聯車 你所想像的電聯車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台鐵吧 其實電聯車它其實是叫EMU 也就是說 所有有經過外力的電力 供給它電力系統的時候 你都可以稱為叫電聯車 而捷運它的分類其實是由 高運量、中運量跟低運量、輕軌運量 這三個東西劃分的 而我們現在正處於的下方呢 其實就是我們上次拍攝 安坑輕軌的末站 跟我們這個捷運環狀線的交叉處 各位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它突然沒聲音了 這個聲音 一群辛苦的勞工朋友們 努力的為大家市民所趕工的聲音 你知道現在他媽的多樂嗎 炎炎夏日啊 夏天你需要一個好毛巾 炎成平安下班毛巾 防止你重苦 可以讓你擦汗 可以讓你吸汗 甚至可以讓人很帥 而且平安下班 而我們今天呢 不只要帶大家看的是電聯車 我們要帶大家看的是一個 無人駕駛的電聯車 你知道這世界上有無人駕駛的車嗎 應該不是我的車啦 但是你的車可以啦 因為你車新買的嘛 不能再講 我的車不是大眾運動工具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為廣大市民 提供一個交通服務 並且又健全的交通網絡 所以我們需要盡量的減少人為的失誤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所站在的位置 我騎在這裡 不是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車車 看一個無人駕駛終於那樣 而且又充滿著很不錯的 藝術氣息的車車 我們今天不只賞車還洗車還頂車 你事實上你看完了 整機無碼 而且我們會帶大家去看一個 台灣非常浩大的保養廠 我們走啊 每次我們只要拍車到上面有寫 注意非專業人員行動記錄 或注意管制門這種東西 我們就想要去看它 我們身為一個充滿知識力 與想像力的工業頻道 其實我們今天要接下來 帶大家看一個很酷炫的東西 這東西呢 從民國105年的11月 花了兩年的時間 從義大利運輸到台灣 經過組裝測試 種種各種的考驗 今天我們即將在這邊揭開序幕了 待會我們要帶大家 一個全所未有的全新體驗 什麼必願 洗車洗過吧 洗車一定洗過啊 我的車洗過 電連車沒洗過了吧 電連車 電連車真的沒洗過 待會我們就帶大家洗電連車 我們身為一個全自動化的男人 當然不需要自己洗 坐在電連車裡面 看著電連車被洗 沒有看過電連車給我洗臉 那我們就Let's go吧 各位在我們這個步道當中呢 就是我們要即將去洗車的預備車道 當然啦 再美麗再漂亮的車型 不管再好用的公共建設 都是需要保養 那你要多久保養一次呢 我嗎 我通常每個月保養一次 那你壓力大的話應該 我壓力大的時候大概 每個禮拜保養一次 每個禮拜 我以為你每天都保養一次耶 各位老師已經上車了 上車了 上車了 台北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先上車 那我們帶大家洗車了 洗車囉 耶 你知道為什麼車子要洗車嗎 該不會是因為錢太多了 所以要消化經費嗎 好好講喔 不是 車子其實代表著是一個城市的形象 當我們在各個城市的人 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到近戰的時候電電車開進來 滿滿的鳥屎 這樣好像也不太合理喔 對 所以其實洗車它很重要就是 人要精裝佛要衣裝 是佛要精裝人要衣裝嗎 沒有 聽回去 不過跟大家普遍的觀念其實 通常捷運局在洗車的時候 上面不會做人 所以它今天是特立威爾拍攝開燈的 你看才轉第一次而已 然後就乾淨幾乎 通常應該只有在剛買車的時候 會想自己騎車吧 我買車已經要五年了 我還是只有自己騎車 真的喔 我通常就真的買新車的前兩次吧 前兩次喔 你是真的喜歡別人幫你的那種 沒有 我算過這件事 洗車就是可能有六百塊到一千多塊 它再貴一點可能就美容 三四千塊五千塊一萬塊 我們出去給人家洗車 是在促進你總社會經濟循環 我們像一天工資一千五百塊 兩千塊 所以就是說 你一個小時的產值 你可以大概估算一下一個小時 我們大概價值兩百塊兩百五十塊 當然我不能這樣算 我這樣算工資會倒 如果你洗車我會花三個小時的時間 哇那就七百五十塊啦 但是我自己洗車 那我在扣掉那些材料錢 我可能就省下了六百五十塊 但是六百五十塊 白說我是畫個設計圖 還是我們去畫一個OK的展開圖 我懂你的意思 你的兩個小時的鏟子會倒於這個價錢 對對 我們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 對像洗車就不是我的專業 我還是喜歡給別人洗 你喜歡給專業的人洗 我鼓勵大家給別人洗 真的比較舒服 我還洗過來洗到頭部了 洗到頭部了 會有什麼敏感嗎 我現在看起來滿炫的 真的 沒有這樣看過耶 這樣我們要洗多久 大概三十分鐘吧 我實在是很難 不懷疑你在講評了什麼事情 真的啦你問捷運幾個人 欸先生你洗一次都洗多久 三十分鐘 好那我們車子洗完 我們來同時帶大家看看車廂好 有喜歡這個配色嗎 就配色我覺得超可愛的啊 這個是一個旅日的法國建築師 艾曼扭莫侯 他所幫我們這個環狀線所設計的公共藝術 找到這個公共藝術 比較像這個這邊有一個置物櫃 你知道跟公共藝術有什麼樣的關係嗎 它是這邊的公共空間嗎 它跟公共藝術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在台灣早期的公共藝術 就是我們稱為叫做 要讓公共的大眾社會的一般民眾們了解 What is art 以前在台灣的公共藝術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把雕塑放到一些公共空間啊 我們就稱為公共藝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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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對的 其實泛指呢 它只要是一個公共空間 公共居民 或者是一個公共利益 就看過去你看起來爽不爽 或者是看過去你會影響大家的美觀跟美感 它都可以是稱為公共藝術 它也不是只有 only 畫作啊雕塑啊 甚至有一些行為學 甚至有一些影響 它也是屬於你稱為公共的一般 哈比說你知道我們做我們頻道 跟公共藝術有什麼關係嗎 我們的頻道就是跟工業的公共藝術有關係啊 其實沒什麼關係 表面上沒什麼關係 但其實我們同時也在做一個事情 叫做公共藝術裡面所稱之為的社會雕塑 好比說你們有沒有因為看了這個頻道 或看了這個影像 從此對工業的人或對工業環境 有更新的認識跟不一樣的尊重跟想像的時候 它就在形塑這個社會上 看待這個行業的想法 所以這是一個無形的藝術 無形的藝術有點太囂張了一點 這麼謙虛啊 正在努力的進行公共雕塑的一件事 好啦我們PY講完 等一下難得人生一次經歷過這種特殊的體驗吧 所以等一下我們下車的時候要好好感謝司機 好 來下車囉 下車囉 下車有個禮貌喔 好 再跟司機說再見囉 謝謝司機 謝謝司機 欸 司機呢 司機在天上 在天上 司機 我覺得這個攝影以後 我還是不要太長幫他來好了 行控中心 所以司機在哪裡 司機是母體 沒有司機 所以這邊是天堂嗎 在上帝面前有什麼要參考的啊 我三歲的時候 你下地獄吧 在下地獄之前 這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進去了 最後的試練 對 就是像是淘太郎 你是雞嘛 然後你是狗 你是貓 我一定要當雞嘛 最後要打王的時候 只有淘太郎一個人可以進去 沒錯 所以等等要請你進去 幫我們看看 這個每一個地方 到底做什麼事情 這已經是你了 你就拿著這隻 沒錯 去打裡面的主任 也不用到打裡面的主任啊 你不要以為這是淘太郎好不好 拿這隻 去幫頻道的大家 對 看看裡面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就讓大家知道 這個無人車的母體裡面在幹嘛 沒錯 靠我了 靠你了 所以等一下我就真的拿這隻 裡面打主任這樣 你知道你沒有做好人嗎 看起來真的還好 哈哈 補救時間 補救時間 好 走吧 好啦各位 這裡就是整個行控中心的大腦 那我們來大家看一下這個母體裡面的各位 到底都在做些什麼 現在走到這個前面的位置 是正線控制員的席位 那這個位置主要工作就是在監看列車的運行 那如果列車有異常狀況的話 那我們的控制員就會即時介入處理 雖然現在已經七月後 我們拍片的人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因為行控中心的每個人員 他們從訓練就要四個多月 如果在這個地方造成了 大家如果沒辦法好好工作的話 那非常可怕 這條線 那就會很危險啊 這邊走到這最上面的位置 應該就是長官等級 那他目前到後排這一個位置 就包含了資訊助理 就是對車站以及對列車做臨時性訪問 還有主任控制員的席位 可以說是控制室的指揮官 那任何重大的決策 都有主任控制員來做決定 好酷喔 好像是一個很棒的機房耶 我們同事全部都站在外面 看完了 然後我們來出去跟我們的同事會合 這樣 欸怎麼樣 塔太郎裡面看得如何啊 其實喔 我完全看不懂 哈哈 那你是幹嘛 我是機械專長 我又不是電腦專長 喔喔 那個有差 就是數學有專攻 但是我發現有個端倪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塔台 塔台 什麼塔台 就是飛機航班有沒有 為了避免讓很多飛機撞在一起 就是每一班每一班 每一台車每一台車的那個排列組合 我剛剛已經把全部每一台車型號都背起來 怎麼可能 這個部門它其實有點像是軟體裡面很重要的大腦 好 那接下來到我們工業專長的時候了 到了你的專長呢 保養 保養 我們專長是保養嗎 你這樣不是工業嗎 摩托車要保養 汽車要保養 電電車也是要保養 我們帶大家去看一個很屌的保養廠 超TMD大肩 各位機狗貓們注意了 一起走 摩摩打路上 摩摩打頭上 在正常的狀況下呢 其實車子在2.5年到3年之間 都會進行一個大保養 為什麼呢 因為不管你的車子在正常行駛 或者是中間你感應到一些阿嬤蛾狗 做緊急煞車的時候 它呢都會讓你我們下面的車輪 變得不是這麼樣的圓 那當不是這麼樣的圓的時候呢 乘客在裡面坐起來就會有點顛簸感 就不太舒服 這個時候車輪就需要進行切削 讓它回復到增圓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的車輪 超過660mm以下的時候 其實就要做一個大型的更換跟保養 那怎麼保養呢 我們一般在修摩托車的時候 有看到把摩托車頂高嘛 在修汽車的時候 有看到把汽車頂高嘛 在修列車的時候 你有看到把列車頂高嗎 這邊總共有四節的車廂 第一節車廂 第二節車廂 第三節車廂 第四節車廂 同時把它全部升高到180公分 升 你有沒有看過電聯車的底下長什麼樣子 人一輩子只會看到一次 就躺在那邊拿著車來 這是犯法的 不行 你知道來我們這間公司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有些東西一般人看 看不到的 所以各位頻道的朋友 你也不需要冒的危險 好 去躺在車底下去看這個 因為很危險而且辦法 當然我們今天可以帶大家用合法的方式 來看一下我們電聯車的底下 這邊的工作環境其實很不錯 我們走到下面我們也不用帶燈 這就是平常他們日常的工作皂 來 各位朋友請抬頭 往上望 這就是我們電聯車的車底底部啦 好 你看這個裡面就是 我在想我是不是起個頭之後 我們又會再連續拍個三四十分鐘 我們下一集告訴大家 沒有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鐵軌長的樣子 這蠻特別的體驗 好 那我們可以在車子的底部幹嘛呢 我們找一個沒有做過的事吧 譬如簽名 欸 不行 那因為待會還是要出班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耽誤人家工作的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就往下個行程走 好嘞 環中線的第一階段呢 已經在2020年的1月31號正式通車了 環中線呢全程除了起乘站 大屏林站為地下車站之外 其他車站皆採用高架設計 並且用鋼軌鋪設 而環中線的南北環段呢 現在正在施工當中 還有呢 東環段也正在送行政院審查 我們來一起期待南北環施工完成之後呢 讓這個成為一個大圓圈 最後呢 再次感謝台北捷運局 為我們一起疏通這次的所有拍攝的過程 然後呢 我們同時也要感謝我們頻道的會員朋友們 因為每次拍攝大型工程的節目 真的人事費跟參與費爆料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頻道的影片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最後最後 我們也要感謝這一集的贊助單位 小貝 透過小貝呢 你可以訂購Arcota 訂購完成之後呢 還可以領到現金回饋 來 這個連結給你 我們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透過連結之後呢 你可以先拿到獎勵金100元 而且消費回饋金200元之後呢 你就可以馬上提款囉 透過消費呢 你也可以在國外消費 並且也可以參加國內的活動 好比說KK Day 而且你還可以訂購服頻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Yeah 好啦 下班啦 下班要去哪裡 怎樣 回飯店啊 你什麼時候要發飯糰啊 你說淘汰人的飯糰嗎 對啦 那訂飯店啦 那你好 還有 檢舉也有參展囉 我跟你講來這邊工作 這一站就是絕對吃回這兩三年來的票價 你知道今天這班列車是為你們開的 好像有聽說這件事 你何德何能 是你何德何能好不好 這感覺好像是我在動 是我在動還快在動 有耶 你有沒有一種小腦被騙的感覺 我不知道攝影機拍得出來 瞬間你覺得 我感覺我好像在往前 沒有嗎 我剛剛是這樣啊 對啊我也覺得我剛剛在往前 剛剛車有開嗎 沒有 完全沒有